如果有那样的事 能阻挡命运的乌云 它的路程会不会更惊喜 如果有这样的事 能吸取所有的沉迷 它来自哪里 可是我又如何 总是越要越多 最后要解脱 谁又缠缠拿来漩涡 有谁看尽转山转 谁转不出自我 看不完的城市里 看不出辽阔 看不出辽阔 看不完想起起路上 从不却勇敢 谁能阻挡的花旗下 转身啊 当你看尽转山转水 转出了自我 冰冲般的心灵灵 何止是疗风 倘古拉山冰雪融化 那不是脆弱 那是历经前行 留给众生 我 这次是疼风 的承诺 的承诺 谢谢 想想二十年前 我们是怎么样来获得资讯的呢 我们是可能是通过报纸 电视 然后网络作为辅助 对不对 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 打开微博 来看一下 我们最近发生了些什么大事 小事 所以整个时代在变化 但是和喜不和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传统媒体 和我们新媒体的一个融合 我们在繁荣的互联网环境下 观光媒体的陆续进驻微博 阅读4769.5万人次参与发布 一篇篇感人的微博 让人泪目 一条条暖心的评论 让人触动 中国有我 而我 我们就是中国 2018微博年度影响力事件 中国有我 最深故乡情 最美家乡景 我和我的家乡活动 已经中国共青团发起 就引发全民为家乡打抠 在微博每一个人 都成为了家乡的代言人 更有350多位明星 在为家乡助力推广 28亿的话题阅读 2100万人次的话题讨论 这是融入骨子里的浓浓香情 每一颗星系家乡的爱心 在这里萌芽 推广自己的家乡 助力脱贫 以微博之力携手前行 微博年度影响力事件 我和我的家乡 十年前你救了我 十年后我就成了你 2008年汶川大地震 幸存者之一的强天灵 已经成为一名解放军 我一直在找你 你在哪里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在微博上 他终于找到地震时 救助他的解放军叔叔 这是一场为爱出发的传承 今年是汶川大地震 发生十周年 四川发布 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等账号 发布缅怀遇难同胞 最高一条微博 当天转发达到